好 刚刚讲到这个保鲜膜 我们再看一次那一个图表 因为呢 这个保鲜膜你说到底要不要禁用 那环保署呢 说后年就会现用 它不是全面在禁 现用的话 它说这个PE保鲜膜呢 其实比较OK一点 它的黏着性 当然比较不像是PVC那样黏 但是呢 价格是PVC的二分之一 民众如果说要比较安心的话呢 可以选PE的材质 我们看DBP DHP 是没有被剪出来的 好 来 湘龙 湘龙你对这个有多大研究 其实是不是也蛮担心的 他自己不喝不跟我们讲 这家伙 基本上面可以的话 当然尽可能鼓励大家 出门的时候 带塑胶袋 然后呢 带自己的袋子 然后呢 我就购物袋啦 带自己的购物袋 然后呢 带自己的杯子 带自己的筷子 这个是最好的习惯 但是这个在台湾呢 始终呢都还不够普遍 其实像瓷季他们推了很久 好的 你说我有没有研究一点点 就是我最少知道 去买保鲜膜的时候 买PE材质 就除了PE材质之外的保鲜膜 就不要碰 就因为那个呢 现在市场上面流通性 特别有一些还是大品牌 那你刚看到的就是说有一些的PVC材质质的 它没有被减出 我还觉得有点讶异 但是你不要去试 因为我们在 我们在使用到保鲜膜的场合非常多 可是这个我就有不懂 你看这里 加福PE保鲜膜 它还是有被验出DHP啊 是 所以它那个 这就是我们不了解 它应该是在 一方面在标准之下 另外就是说 我认为它的生产线的过程当中 还是有被污染到 要不然就它那个PE的材质 本身的那个纯度的问题 那这些呢都是 我基本上不认为说 像这种这么专业的 说一号到七号 哪一号呢 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是需要用透过那种 公共教育的方式 让老百姓去学会的 那个是不可能的 你不要说我们讲个最简单的 台湾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面 始终大概有3%到5的人 你问他总统是谁 他讲不出来 你知道吗 就算说陈水扁干了8年总统 李登辉做了12年总统 你就问他说 那个时候的总统是谁 他讲不出来 现在总统是谁也讲不出来 换句话说 你用这种方式去教育选民 教育民众始终会有死角 何况是这么专业的问题 这种专业的问题 既然只有专业人士懂 那就只有透过行政体系的方式说 既然这个东西 那一温度只能到这个样子 这个东西既然它连在常温之下 都可能会释放出这种 就是说含有这种 束发剂毒性的东西 那你在政府的管控 从你的食品药物的管理的过程当中 就要严格限定它 让消费者不需要说 我要买东西 要有很强大心理压力 shopping本来是一件 很快乐的事情 买东西是很快乐的 可是每次去买东西 手都要发抖 要介绍恐惧 把东西翻过来看 看看这种东西符合 然后在脑子里面 在经过电脑再搜寻一遍 知道说我看到这个东西 几号的时候 我看看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然后符不符合我的认识 谁有这样的闲工夫 就我花个几十块钱 本来可能就只是很快乐的 喝个饮料 然后吃个泡面 我需要去做这些事吗 那这个时候就是 你能够把行政体制 就像我们在讲报税一样 报税明明你税捐机关了 你把你的所有的查核资料 你印上给我之后 我简单签个名 大部分人其实就可以完成报税了 过去这么长时间 为什么有电脑化的机制 还要我们硬要这样 一个一个慢慢的填 每次花很多功夫 觉得那是苦不堪言 每年都要被政府惩罚一次呢 为什么呢 那你像这种 有关于数化剂的问题 只要你在源头管控 你做得不错 除非有那种恶性的厂商 恶意的厂商 明明我已经告诉你不可以了 你硬要这样做 那当然抓到之后就重罚 否则你不能够说 每个民众啊 你们一定要从1号到7号 你要记清楚哦 1号不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7号不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3号绝对不可以用 我今天我就算我记得了 我一个礼拜之后 我也忘记了 所以你不可能这样做嘛 就是你政府的管控 这种事情 就是只有你政府管 就是只有你政府盯着业者 要业者把他的职业良心拿出来 而且一旦你没有做好 我一定很冷的处罚你 这个方式才有用 要老百姓去记得 我基本上都不愿意讲 因为你花再多的功夫 都没有用 大部分人学不会 就是学不会 所以惠文 那我请教你啊 你的意见呢 比方说如果说 后年说要现用 那为什么不能提早现用 因为现在大家都觉得说 塑化好可怕啊 对不对 那这个时间 为什么不能提早一点呢 那这个道理出在哪里 是考虑到业者的需要吗 那小老百姓的需要 又放在哪里了呢 我一直对政府没有信心 不管蓝的绿的都一样 大家如果去买那个饮料 会发现 他那个一杯一杯那个饮料 他帮你泡好之后 他就上面要封个口 那电源都会把它转过来一下 咬一下 为什么 怕你没有喝到 因为他就封口的时候 其实他那个温度是高的 你的饮料 他把你倒过来 咬两下 就刚好把那温度 如果有塑化剂的话 不是都是冰的饮料吗 冰的饮料 可是他封口即是热的 上面要给你封 刚封上去 对对对 所以大家注意到 他们为什么做那些动作 那像我举这个例子说 这些东西该谁去管啊 我非常同意 刚刚向同兄提到的 到底谁管 我们看这个马总统 发明了V-Day 卫生署就有D-Day D-Day 那什么时候才是 这个应该不是X的 应该是XX的意思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Every day 所以你看这个政府就说 有没有能力去执政 其实很清楚 他把那些什么 已经查扣的 丢到焚化炉 作秀也做完了 昨天也起诉了 然后呢 然后还是 几乎是每日 国安会议 李鸿军委员说赶快开啊 两个礼拜以前 李鸿军委员建议说 要开国安会议 国安会议也开啦 开完啦 那为什么还是这样子呢 当我们台湾 MIT的东西出口到别的国家或地区 然后被人家查出来有说话记得说 我们台湾是不下架的 我不晓得卫生署这个标准手 我现在讲是某一个泡面 跟某一个方块书 香港说你们这个有问题 有问题 那台湾继续卖 为什么 那我们台湾人吃很多 没差这两包 又开下去 我觉得这个凸显出来就是 政府有没有认真在干这个事情 从陈冲一直到邱文达 你们有没有把这当回事 你现在告诉我这个保鲜膜 主持人不是我爱讲 这个保鲜膜的议题 我相信各位前辈很清楚 这个上上礼拜就有专家学者讲过了 那你环保署 现在告诉你 其实我觉得都是转移焦点 有没有认真查 要不要认真查 那泡面是不是也应该比照 如果说不是只有那个新拉面 或说昨天查出来那个拉面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的泡面 就台湾的泡面 要不要比照饮料 比照果冻 因为他们号称都查过了 你泡面连这个也不查 我是觉得 如果大家都觉得说也不是很在意 就是说明治也未开 政府就说V-day都多聊聊修聊聊 你以为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官员也不敢扛起身材说 所有的东东查 他也不敢查 那就算了 那大家就去慢慢吃好了 反正吃到都会死嘛 不是这样子吗 好来来施成 那就以后小孩生出来直接掐死就好了 反正最后也是被毒死 好消极 我觉得没有那么悲观 刚夏农出一个点子 说以后为了要安全 就是自己带筷子 自己干脆自己带碗 那个军中的钢杯感觉蛮多的 我说干脆饭也煮好自己带饭算了 然后再带个水瓶干嘛 每次都要好像行军一样 这太惨了嘛 那我觉得说 其实有些东西是可以要求的 我们不需要是被那个从一号到几号干嘛 但是我们要要求厂商要正确使用 这个非常重要 刚刚看到一个 刚这个疫情看到一个 我刚刚相当恐怖啊 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 就是塑胶带半透明或不修明的 这个塑胶带这个距离乙烯这种 在泡面那个部分 只能不到100度 泡面完这个部分 对不起 距离乙烯 70到90度 对啊 我们泡面通常都100度 对啊 你要泡面都100度 那你用那个只能耐热 70到90度给你 那你是条纲的哦 你懂我的意思吗 像这样的部分 你说我们 我们要不要这种尝试 但是我们没办法 我们1号到7号每天看 然后看完了 大家知道这只1号还是几号 还是3号 5号6号 对不对 这种东西是我们没办法去记忆的 可是你厂商 根据你的专业跟你的良心 你必须在适当的食品里面 用适当的塑胶 这是你必要做的 像我就 我们随便都抓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你请问一下 其他的部分怎么样 而且我觉得疫情很奇怪 我觉得我刚刚想一想 我觉得很可笑 你知道这个事情 它不是秘密 它存在已久 你说食物里面存在塑化物 那是完全不知道的 然后也是让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大家都一直看着它存在 我请问你 PVC欧洲已经禁用 我干嘛还要再用两年 你懂我的意思吗 这没有道理 大家直接会想到 你是因为那间 出那间的比较大间 你不敢去叩试吗 还是这样 我觉得这没有道理 既然欧洲禁用 我们当然要用最好的标准 最严格的标准 就不要用了 不然的话你就人家 我就听那个绿色电台说 你PVC怎么继续用 这样我们人民要求你补偿 因为你明明知道它有危险 你还要用两年 我们要求一起补偿 你这样 他讲的话也不无道理 你怎么办呢 对不对 好休息一会进广告 我们马上回来 好休息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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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休息一会儿